本台香港记者报道 港府24日收到匿名投诉信 指出负责为中小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的出口信用保险局 有高层官员涉嫌滥用公款集体赴深圳循环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 这件事虽然不光彩 但任何事情都是一份为了的 辩证的看 这件事情也说明港府官员对中央政府官员生活作风的学习和领会 中央政府的八荣八尺以及和谐社会的作风终于汇集香港 本台记者金巴布韦报道 中国政府向穆加贝第四次当选金巴布韦总统表示热烈的祝贺 穆加贝自1980年担任金巴布韦总统以来 带领金巴布韦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取得了伟大成就 金巴布韦国家虽然不大 却创造了通货膨胀率世界第一 达到百分之十六万五千的天文数字 货币面值世界第一 前不久 金巴布韦央行发行了面值2.5亿金元的纸币 从而亿万富翁的数量世界第一 全国所有人都是亿万富翁 这充分证明了穆加贝领导的执政党 同我党一样代表了金巴布韦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了金巴布韦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了金巴布韦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7月23日 北京澳主委安保部部长刘少武 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北京将在奥运期间开辟子族院 日坛和世界公园作为示威区 消息传出举世瞩目 西方国家纷纷派人来我国进行交流 希望能学到我国先进的示威管理经验 刘少武在交流会上透露 我们把示威时间限定在半夜2点到4点 同时为了保障奥运的顺利进行 并最大限度的保障周围居民的人权 规定示威活动一律不得发出任何声音 整个示威过程要保持沉默 各国纷纷表示 中国此举开创了国际示威史上的新纪元 华盛顿消息 美国政府出自的研究机构 世界价值观调查 日前公布了一份调查结果 通过对于10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调查 得出民众幸福感最强的国家是中国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 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的人权比美国毫五倍 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 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谦虚地表示 朝鲜 古巴 缅甸以及苏丹 津巴布韦等国人民的幸福感 与我国人民不相上下 建议该调查机构 把上述国家与我国并列第一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好 观众朋友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 让我们来听一听本周投识条 本周投识条的题目是 外交部长杨洁篪翻译和解释北京奥运中餐蔡明 第十条 童子鸡 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 就是没有性生活的鸡 这是我国官员的最爱 第九条 口水鸡 Slobbering chicken 是流口水的鸡 但请放心 绝不是换了禽流感 第八条 四喜丸子 四喜丸子 Four galette meatballs 就是四个高兴的肉球 体现了喜庆的气氛 第七条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 Binkered made by a parkmarked woman 是满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 但别误会 绝无歧视之意 第六条 公保鸡丁 公保鸡丁 Government abuse chicken 是政府虐待鸡 当然 我相信啊 我们政府虐待的 不仅于此 第五条 夫妻废片 夫妻废片 husband and wives lun slice 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废鸡片 但这与活摘器官没有关系 这个归正法委来管 第四条 红烧狮子头 红烧狮子头 fried lion's head 就是油炸狮子脑袋 这道菜将由著名的周老虎负责 第三条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one country two system 这是我们特意为香港运动员准备的 就是煮花生米和炸花生米 第二条 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这个就不用翻译了 大家看看我们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队符 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菜了 外交部长杨洁篪翻译和解释北京奥运中餐菜名 第一条 十锦八宝饭 本来为大家准备的主食是 十锦八宝饭 只是有点馊了 再说 这个名字最近被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粉丝们给用了 这次已经上升为政治觉悟问题 也不能再当饭吃了 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大陆新闻解释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